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看三炮效果访,我是今天解说炮哥 相信关于超能力的电影大家都应该看过不少吧 比如最近热潮颇高的复联4里面的超级英雄 他们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个个都身怀绝技 然而,不管是超能力还是超能力,这都是人们所向往的能力 和本期炮哥要解说的这部电影《隐蔽处》中的另类超能力完全不同 这部电影中的超能力,在操作上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让人寒恨而死 好了,剧情开始,先从男主的祖父说起 男主祖父的超能力是,只要脑海中浮现色色的东西,眼睛就会短暂失明 无论是小时候无意看到父母秀恩爱,还是长大后的新婚之夜 都会使得男主祖父瞬间失明 总之后来,男主的祖父独自一人开车外出 不知道是看到美女了还是怎么了 反正就是致盲超能力被触发,而出车祸挂掉了 男主祖父死后,我们再说男主的父亲 男主父亲的超能力是,只要感到害怕,他周围的电力系统就会瘫痪 至于瘫痪程度,则是取决于男主父亲内心的恐惧程度 某天,男主的母亲临产了,正要生男主呢 可男主的父亲一激动,一紧张,一恐惧,就把车子的电力路线给搞瘫痪了 最后,男主是被顺利的生出来了,可男主的母亲却大出血死掉了 一转眼,好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可在这些年里,男主却一直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超能力 直到有一天,男主在外面玩耍时,不小心受伤了 结果,男主家的牧场里的奶牛,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好几只 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不过,男主和男主的父亲都没有联想到超能力上面 虽然这,男主的父亲还以为是男主调皮,故意下毒毒死的奶牛 气急败坏的父亲,抓住男主就是一顿教训 然而这一教训不要紧,男主的反甲超能力瞬间就被激活了 男主仅仅是被父亲打了一个巴掌和踢了一脚 结果不仅男主的父亲当场吐血身亡 就连远在屋内的男主祖母也是瞬间弃绝毙命 那么,由此不难看出,男主的反甲伤害比例究竟是有多高了 后来,没了亲人的男主就被带进了孤儿院抚养 可孤儿院里的个别熊孩子们见男主是新来的之后就想要欺负男主 只是,这和找死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名熊孩子在拿棍子敲了男主一下之后 男主的反甲伤害瞬间就造成了孤儿院几百名人员几乎全员团灭 仅存下来的唯一一位幸存者也是因此换上了双肺酷结 必须要靠终身呼吸氧气瓶才能够勉强维持生命 这你们反伤也太恐怖了吧 而男主这边在得知自己的反人类超能力后 也是开始变得对世界心灰意冷,对生活一直消沉 心灰意冷的男主转身踏入了一片 名为王者峡谷的丛林之中龟缩了起来 从此人们开始将他称之为披甲龙龟 嗯,扯远了 其实男主逃进森林以后就开始讲女主了 女主是一位患了癌症的女孩 在一次偷听医生和妈妈的对话时 她得知了自己最多也就只能活半年不到的时间了 于是,心灰意冷的女主就也出废的踏入了森林里面 然后,女主和男主就这么神奇的相遇了 两位同样被命运捉弄了的人士 开始相互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女主在河边洗澡时告诉男主 他肚子上虽然有个刀口 但这可不是泡腹缠的刀口 而是癌症手术的刀口 希望男主不要误会 只是,面对女主的解释 男主则表示泡腹缠是什么 天真的男主也在此时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当年他从孤儿院逃进森林以后 眼看就快要被活活饿死 最后,多亏一位好心大叔救下了男主 男主劝大叔离自己远一点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可大叔非是不听呢 于是第二天,大叔就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而男主则是从此在森林里面独自生活了起来 他没有朋友,也不懂人情世故 更不知道泡腹缠是什么意思 女主听完男主的遭遇后 对他感到十分的同情 接着,两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 就开始相互安慰了起来 安慰了一会之后 自然就开始相互抚慰了 然而这一服务不要紧 第二天女主走后 男主就发现 他竟然觉醒了他的第二被动超能力 治疗术 男主的治疗术不仅可以使枯木逢春 老树发芽 甚至还能起死人而肉白骨 滴血重生不是梦啊 时间就想到了要和女主分享 他鼓足了勇气 跑进医院找到了女主 男主拿出发芽的树枝 告诉了女主自己的第二超能力 女主看到之后 也是为男主感到高兴 于是高兴的两人为了庆祝 就开始再次为爱鼓掌了起来 与此同时 医院里面奇迹的事情也开始发生了 那些原本无论是瞎子还是瘸子 又或者是癌症晚期的病人 竟然全都神奇般的完全康复了 看看 什么叫做爱 男主女主这两人才叫做真爱啊 不过遗憾的是 男主虽然用爱拯救了无数人 但别人却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男主赐予他们的 尤其是其中一位肺癌患者小王 他正是当年孤儿医院里的唯一性存者 小王在见到男主之后 第一眼就认出了他 现在的他可谓是对男主恨之无骨 因为男主不仅当年差点伤了他的性命 现在竟然还抢走了他喜欢的女人女主 小王拿了把剪刀 开始疯狂的攻击男主 那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男主被捅伤之后 方圆百里 瞬间开始乌云骤变 万物凋零 不过男主毕竟心地善良 他为了不伤害无辜 就选择了主动跳河自杀 然而男主却不知道 他的死并不一定能够解除这场灾难 甚至因为他的死 灾难极有可能会被再次扩大 这时好在女主及时登场 和男主一起坠入了爱河 才解除了这场危机 在女主的诱吻过后 所有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瓶颈 虽然遗憾的是 男主最后还是死了 但值得倾行的是 女主怀上了男主的孩子 成功为男主传宗接待了 最后电影结束 而这部电影所告诉我们的道理也很简单 世间万物 凡事有利也有弊 就像男主祖父的超能力一样 如果是放在纯洁而又无邪的炮格身上 那肯定就是牵了一点无疑了 还有男主父亲的超能力 如果也放在勇敢而又机智的炮格身上 那我岂不是可以成为雷神一样 无限发电的存在了 然而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如果把男主的超能力放在你身上的话 请问你打得过 复联里面的所有超级英雄吗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关注或者订阅一下我 那么 大 别忘了